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和NOW NEWS今日新闻共同制播的节目 每周六更新一集在Spotify、Apple、Sunon、Google还有YouTube平台播出 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意见 也欢迎到节目的专属信箱跟我们互动交流 这一集节目让我们谈谈移工这一件事 经营台湾计划跟印度签署合作备忘录 引进10万名印度籍的移工缓解台湾的缺工潮 虽然说只是新增移工的来源国不会影响社会的安定 但还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甚至有民间团体举行反移工的抗议 希望政府能够暂缓这一项政策 但是不管民众喜不喜欢 我们从数字上来看 根据劳动部111年的数据显示 台湾的总移工人数有72.8万人 其中产业移工有50万人 社福移工有超过22万人 从目前国内各行各业缺工的情况来看 未来这个数字理论上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但是在台移工除了长期面临被标签化 受到程度不一的歧视之外 更重要的是在工作的场域碰到大大小小的问题 很多人只能够苦往肚里吞 过去台湾社会不太会碰触到移工的议题 但是这几年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 以移工作为题材 让民众对移工的议题开始重视 像是最近吴康仁拿下金马影帝的复都青年 或是今年7月播出的八尺门的辩护人 还有以越南逃跑移工阮国飞因为拒捕 遭到警察连开九枪身亡的纪录片 九枪都是这一类的作品 不管是八尺门的辩护人还是九枪 我们都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移工处境的艰难 像是九枪的主人翁阮国飞 为什么会成为淘宝移工呢 其实就是因为他在台湾看不到希望 他曾经用越南文在脸书写下这一段话 从现在开始对我来说星期天不存在了 星期天就跟星期一一样 只要上班没有休假 八尺门的辩护人里面 不堪被船长长期虐待愤而杀人的印尼愚工 还有被雇主摸屯性骚扰 甚至被拉到车上企图性侵的外籍看护 都是这一些真实发生在许多移工工作的现场 我们今天邀请到何仁威律师来跟我们分享 他曾经处理过跟移工有关的法律案件 也让我们更加了解移工实际面临的困境 欢迎何律师 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好 我是何仁威律师 我本身已经当了大概十年以上的律师的经验 我自己也有在法律辅助基金会有做辅助的律师 也接了很蛮多的外籍的一些案件 不管是说外籍的移工 比如说是看护或者是愚工 在台湾常常面临说有一些这样的 法律上面的处境的弱势 比如说我在上个礼拜 我在做这个法律的审查的时候 有一位菲律宾籍的愚工 他不按中文 可是他被控了一个窃盗罪 他的窃盗罪的理由被起诉的理由是因为 有一个朋友去叫他去船上搬东西 就是这样子 然后结果就另外一艘船的船长就认为说 他跟那位朋友去偷了这个他船上的东西 然后就被报警 然后又在监视器画面拍到 他的抗辩是说 是因为他的朋友叫他去搬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个是沟通上有问题吗 这个也会有 因为这个菲律宾人 第一个他不按中文 第二个他的英文能力也相当的弱 所以其实在我们沟通的时候 我们也要透过说法律基金会的总会 以及说他们有这个菲律宾 会懂菲律宾语的社工来做处理 所以在沟通的时候 确实我们也会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虽然现在跟各个院检 都有一些特约的通议 通议他们会帮你说各个语言的翻译 可是在这样有时候 在翻译语言的方面 可能还是有点不那么精确 或者是在当他没有办法说 把直接的一个法律的用语 翻译给这个当事人的情况 那所以会变成说 有时候他们在传递讯息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落差 也会造成他们在法律上面的弱势 何律师 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那个八尺人的辩护人里面 就移工在台湾长碰这些问题 不管说是被雇主剥削 或是被雇主性骚扰 你可不可以分享在职业过程中 曾经碰到的案例 这个还蛮多的 在我手上如果是碰到 关于性骚扰跟这样的性侵 大概就有大概三到四个例子 其实每次看到这个都蛮难过的 我们不管是接是被告 或者是说被害人的部分 比如说像我第一次接到案子 我还在当受雇律师的时候的经验 他是一个也是一个那个印尼的外傭 好像就是说跟他的雇主 雇主的抗辩是说雇主在跟他开玩笑 真的跟他闹着玩 可是因为这一个运营的劳工 他讲的说法就是说 他的举证其实蛮清楚 蛮历历在目的 而且他有经过策谎 然后策谎也去认为说 他的那个说法是可以是可信的 后来检察官还是起诉了这个雇主 然后雇主其实后来我们在乐圈的时候 有看到说其实他的这些的说法什么的 算是蛮完整的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会认为说 叫这位雇主说你还是认罪 跟对方来做一个协商 最后是换得了环性的经验 但我很好奇是说 比如像这种性骚扰的问题 因为家户移工 他大部分就是在家庭里面工作 那他说他被性骚扰 其实有时候很难举证 那该怎么办 真的很难举证 这个是个难题 因为这种性只要跟性骚扰 性轻的 他们有一种特质 就是第一个叫做稍纵急事 东西很快 然后没有办法去做 直接的去做矩证 那所以他们可能用一些 其他的一些客观的东西 来去做作证 比如说他们的证词 是不是有一致性 通常现在有一个叫做减速作业 就是说他们第一个会有一个社工陪同 他们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陈述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尽量让他们的那个陈述 不要太多次 以怕说他们一起去回想说他们以前发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他们的陈述是不是有一致性 然后第二个 当然除了测谎以外 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客观的机证来去做作证 这是比较难的 我很好奇的说 因为我长期关怀移工的议题 所以我加了很多跟移工有关的NGO的脸书粉专 但我也加了雇主的粉专 或者是社团 原因是因为我想了解他们在讨论什么 那其实也有雇主会提到说 现在有一些移工我也要转换雇主 因为他可能要要求加薪啊 你不愿意他就说那他要换雇主 那如果你还不愿意 他就开始会想办法离开 那其中一个就是说他被性骚扰 那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这很难举证 变成说就是大家是各说各话 会不会说有时候是移工很可怜 那会不会有时候也是雇主很难替自己辩解 没错 这就是一个实物上困难的问题 因为就是说如果在法律上比较保护被害人的一个情况 可能就是说像刚才说的 被害人的指数是否是一致的 有没有一些可以挑剔的瑕疵 如果再加上说有一些测谎或其他的一些佐证的话 其实对于雇主来说基本上是很困难 他很难去答辩 刚才提到的那个案子 一开始雇主也是完全去否认 可是因为到后来当证据出来了 检察官也起诉了 比较倾向于相信这个被害者的话 我们才会建议雇主快点去跟被害人达成和解 所以我们也会担心说是不是说所谓的被害者是一个洋装这样子 想要换雇主的情况 故意去设局让雇主去跳 我们也会担心是这样 比如说从这个被害人 他的一些其他的生活的一些背景 还有说他跟雇主平常的相处状况 我们可能就会希望去穿他周边的证人去佐证这些事情 只是因为证人毕竟他是一个比较主观的证据 他的证词啊 公诉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变成说其实这在认定上面是很困难的 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 现在有的雇主会为了要看移工有没有好好照顾老人家 他会装设监视录影器 第一个这有没有妨害隐私的问题 再来说这是不是也是保障双方的方法 好的监视录影器 其实在目前真的在各个这种 在有这样的那个家庭是还蛮常见的 照护者的话 如果是装在他们自己家里 雇主装在自己家里去拍摄 因为所谓的隐私诀 比如说是雇主在整个家庭的隐私 他只要不故意去拍到说 外傭的一些隐私部位 或者是他的一些私密的生活的话 基本上这是不犯法的 这个是一个被允许的状况 有录影的话当然也是一个好事 就是说 他可以看说 这个外傭到底有没有像雇主所说的 有一些欺负这样的老人家 或者这样的一个受到照护者的情形 当然是有好有坏 如果说是为了说是收成的 不是说刻意去拍人家的隐私部位的话 基本上是被允许的 所以你认为说这也是保护双方的一个方式吗 对这是不得不然 对那实务上有碰到说 因为是看到监视录影器 然后就改变判决的情况 有有有 我们就是有遇到一个案子 就是有一个监视录影器画面 才不起诉这个外傭 他是被控仪器罪 对其实他仪器罪的情况是 他也是因为说雇主 不让他请假 然后他生病不让他去看医生 然后结果就雇一个 那个年纪七十几岁的老阿嬷 那老阿嬷虽然是说他长长 可是他的生活治理能力是还OK的 可以坐着吃饭 可以跟他讲话 也不是说像私自身那种 没办法去表达的情况 然后就是有一天 他就有点受不了 因为看医生身体真的受不了 他跑去看医生了 雇主就以为他跑掉了 然后后来就去告他遗弃罪 这种像遗弃的问题 因为雇主也常常会控告移工仪器 这种案件通常是发生在什么状况 好仪器罪的状况 大部分的时候 因为我们仪器罪在刑法293条 294条 293条就是无义务的仪器罪 比如说路边看到一个人 然后他要把他去做一个 有照顾他人身体的这样的情况 然后结果他就突然就跑掉了 这种是用无义务的仪器罪 那有义务的仪器罪通常是有一个契约关系 或者是亲属关系 比如说像这个外傭就是有一个契约关系 他有一个义务要去照顾这样的一个 受到这样的抚养的人 受到照顾的人 可是这个外傭就突然就跑掉了 然后这个受到抚养的人 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他必须要有无自救能力 很为无自救能力 就是说如果说他欠缺了这样的一个人的照顾 他生命可能会有受到立即的威胁的状况 所以这样仪器罪的定义还是会有点严格的 我提一个案例 这边有个两年前的案例 我简单说明一下内容 这个背景是说一名印尼籍的看护跟雇主请假 就被雇主拒绝 他就抛下生活无自理能力的被照顾者自行离去 那因为这个被照顾者他有脊椎性的肌肉萎缩 慢性呼吸衰竭合并缺氧症状 只能够控制脸部跟手指的肌肉 在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下 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呢这个印尼看护最后被检方以遗弃罪起诉 像这个案例有的人会觉得说 那就是雇主你拒绝准假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但也有人认为说 这个移工他对患者有照顾的义务 你怎么看 是的 因为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的 看起来这个受照顾者是一个无自救能力的状态 比如说他有气肉萎缩症 有一些呼吸困难 他一定要有时时会有人在旁边受一个照顾 好那如果就这样子外用就这样突然 不管是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雇主可能对他不是很礼貌或怎样 啪啪的走了 这个受照顾者可能会因为他的离开 就陷入了无自救能力状态 不管说这个无自救能力状态的人到底是不是因为他的离开 而产生的说身体的状态急剧恶化 他已经都构成了遗弃罪了 只是说如果说他因为这样的离开而造成了他有重伤或者死亡的结果 那就会成为一个加重结果犯 这个变成说一个比较严重的刑难 甚至会被判到无期徒刑的罪 这算是蛮重的罪 所以在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其实还蛮可怕的 就是所谓的外用 他还负说蛮大的责任 要去照顾这样的一个无自救能力人 只是说有时候对于外用来说 他们的那个知识可能程度有限 他没办法去了解说这个人 因为他的离开可能会有陷入无自救能力的状态 当然的话雇主可能对这个外用不是那么的OK 比如说可能违反劳击法 该准假 每个月要该休假的时候未休 或者是说客扣薪资这样的状态 或者让他每天的工时有超过一定的程度 雇主的话 基本上他是应该会受到劳动基准法的处罚 可是毕竟他是属于行政法 他不太算是一个刑事的犯罪 可是这个外用他一走 就会变成刑事的犯罪 所以他这个罚则相差很多 是的 对刑事犯罪这个是要关的 可是这样会不会有点不公平啊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在雇主的讨论区里面 其实很多人在讨论类似的问题 比如像我昨天看到一个是说 家里的老人是必须躺床 然后每天要抽谈什么 要灌食 所以他要找一个可以24小时照护的看护 但问题来 他说看护他希望每周可以休假一天 就是也不是一个24小时 他可能早上出去晚上回来 但雇主看起来是不愿意 他在询问说该怎么办 他应该要允许吗 可是一般人也不太可能全年无休嘛 更不用说这些看护他在家里面 他是24小时都要待命 那有些雇主会说他们有用手机的时间都要滑 但你在那边待命其实就不是真的在休息 我的意思是说 这没有把人当作努力的问题吗 会 这个就会 基本上是说 即使是24小时的这样的看护 雇主依照劳基法的规定还是要给他适当的休假时间 每个月至少大概至少要有四次的休息日 那当然还有例假日 这个基本上都要让劳工去获得休息 但是看护我后来去查看护不受劳基法的保障 不受劳基法的保障 因为好像说因为这个公司实在太难规范了 像我们一般上班族劳基法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但是这个看护一定很多都是24小时嘛 但如果按照劳动基准法你不太可能超过 我们不可以就算加上加班都不能超过12小时 看护就很难被归纳在这里面 所以他等于是在一个模糊的地带 对即使说他是用弹性公司 不是用劳基法的规定 即使不是用劳基法的规定 我觉得雇主还是要给适当的假 没错 适当的立假 对啊雇主不能说这样子一直这样子 一直把他吵吵吵 每个人都会有吵到他没办法继续工作的时候 当然现在的仲介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去安排说 有一个替代的人力 其实这也是一个实际上的两难的问题 因为他牵涉到费用 替代人力现在很多是说找台籍的看护嘛 或者是政府有喘息服务 但喘息服务没有办法给一整天 那台籍的看护 好像是说一天大概要3000到5000起跳 那也不是每一个找外傭的家庭都可以负担的起的 因为有一些人他也会觉得说 我每个月负担这个 加上离地扣扣什么大概加起来3万块 就已经是一笔很大的负担了 是啊这个很难免的 就变成说雇主跟仲介跟外用 好像看似一个散书的状态 对这个难免 就是好像没有一个可以就像你刚刚说 可不可以有一个替代的方法 但似乎好像目前没有 所以才造成他们有点像弱弱相残 真的只能靠法律的修法来把它制定的更完善 还有一些案例是说雇主跟老人会打移工 然后呢家里又没有监视气死无对症 那有雇主甚至会故意弄伤自己 然后去告看护伤害 这些东西发生在家里嘛 还有一种是渔工 他们是发生在船上的虐待事件 他也很难矩阵 那这些都是发生在这种相对密闭 而且跟雇主长时间相处的状态 像这种移工他要怎么自保 移工怎么自保 我们遇到了几个案件 刚才有说到这个外用被雇主打的这件事情 这个还真的发生过 那是那一次是刚好被打的时候 马上冲过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 所以刚好也有宴上的记录 就是在时间我们如果说要认为 这个东西是否是属实的话 他通常要看说他的证据的时间上的紧密性 还有是不是可信性 如果说当然说他被打了 然后结果拖到三四天来报案 可能也会被怀疑是不是有作假 或者是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说雇主 或者雇主的家人去伤害他的 所以为什么说如果说真的发生事情 我们会希望说被害者 尽量在第一时间内去求助 去向警方报案或者是做验上必要的收证的工作 或者是说像我们现在很多这种对于外用啊 外劳的这样的关怀组织 快点去联系他们来做处理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 我有个问题哦 像雇主他如果不让外用使用手机等等 这个有违法吗 不让外用使用手机 可能要看他的工作性质而定 我会觉得说如果在一般的状态 我们比如说做看护啦 或者是做愚工 好像没有特别说不使用手机的理由 我觉得对 现在就担心说雇主会不会也为了自保 他们就对移工开始会有诸多的限制 那你就没有办法马上报案啦 好那就看这个限制到底说是合不合理 是不是等于是剥夺了这一个外用啊 外劳的一些基本上的权利 因为如果说有涉犯到说妨碍他人行使权利 或者使他的行使无义无知事的话 这个可能会有刑法304条强制罪的问题哦 所以在雇主如果说要去做这样的限制 我们要看他的限制的条款合不合理 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有个邻居 他是一个有名的酒店的妈妈桑 然后呢几年前他上的新闻 就是因为他殴打他的外用 而且还不止一次 我只知道他经常换外用 但是因为他们家有好几只很大的狗 都是外用在遛狗 所以我们会碰到他的外用 只知道经常在更换 不太清楚原因也不会去问 然后有一天他就上报了 然后上面就写说 他已经不止一次殴打他的不同的外用 所以他经常在更换 然后终于有一天他被外用给告上法院 那你看他也是历经了好几个 他殴打好多外用之后 终于他事情才不要抗 所以我才说 移工好像在家户里面是相对弱势的存在 相当的弱势 他们很怕说转换雇主之后会不会工作不保 有的雇主会恐吓他们啊 会啊 对会跟他们说 如果你这边出去啊 你因为你可能是你犯的错 然后你没办法跟雇主配合 那我们就会认为说 你这可能是不试任 如果不试任的话 我们会跟中介公司去反应 哇 那这样的话 对于这些外用来说 他们只是来台湾逃口饭吃 毕竟台湾的工作可能会比他们在家乡的工作 可能收入还要再高一些 他们就会担心 然后就常常会被雇主欺负 这个很多 所以才会有逃跑移工的存在 是的 对真的不少 逃跑移工如果被抓到 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的责任吗 逃跑移工是会被遣返的 因为说如果说他在台湾的话 我们通常要有一个工作证 要有一个工作证明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卖国旗的那个例子 没有 卖国旗的例子最近新闻那很大 其实都一直都有 就是说长得像美国人的那种脸孔 哦 我知道 对对对 然后在台湾就是说 跟你说都说都说 他说他聋雅人士 他不懂中文 然后就是说可不可以资助他旅费 然后就卖国旗 那一直100块 因为我遇过我知道 这个因为他没有在台湾 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合法的工作证明 如果说被有逮到的话 他可能会有被遣返的风险 包括这些外劳 如果说他比如说在台湾 他没有从事说在原来的 这个来台湾的室友 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情况的话 比如说他可能去做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性交易啊 或者是其他的不法的工作 或者是他突然逃跑了 没有受到这个中介跟雇主的 这样的一个 算是一个管制的情况 他可能都会被认为说 在台湾可能会造成一些 自然上的危害 被抓到都可能会有送到 遣返的风险 但你知道其实台湾很多逃跑移工 是政府也知道他们在哪边 尤其地方政府 但他们故意不去抓 因为他们填补了很多 农业地区的缺乏的劳动力 大家就睁一眼闭一眼这样 对这又是实际上的问题 听过一句话叫做 那个土法不足以执行 就是说你要法律的话 也要有人去执行这个法律 才有意义 这在台湾就是很多灰色地带 我觉得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情形 那我们今天谈那么多移工的议题 你最后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呼吁的 OK请大家 尤其是在我们台湾 第一个我们台湾的国际处境 是比较艰难的 我们台湾要跟国际交流 我们台湾很多很多台湾的孩子 去日本去韩国去澳洲去美国 各个地方去打工 其实我们会希望将心比心 只要说我们可以对这些 外国的人友善 当然自然来说外国的人 也会觉得说 我们台湾是个很友善的地方 对我们台湾人友善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 在国外被欺负啊 那当然人家来台湾 也不过只是为了呼个温饱 我们会希望说 真的台湾人 其实也可以对这些外国人 尤其是东南亚的人 可以更友善些 其实是我们可以呼吁 也可以在更加努力的地方 而不是说 今天他只是来台湾赚钱 然后就用一个什么 歧视的眼光去看他 会觉得比较可惜啦 然后尤其是现在还有这个 印度劳工 其实我们台湾 如果你真的要走出去的话 国际的话 我觉得是一定要努力的去 达成的目标 没错 而且将心比心很重要 再加上我们确实需要 这些外国来的 不管是蓝领的移工 或者是高阶的人才 我们都是需要的 毕竟台湾就是少子化 加上缺工很严重嘛 是难免的 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何仁威律师 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在台移工的困境 以及他们可能碰到的法律问题 谢谢何律师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 谢谢大家 谢谢 听众朋友不要忘了在Podcast频道 订阅东南亚夯神的节目 我是詹妮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